美国执法官员说 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案嫌疑人 詹姆斯·霍尔姆斯在犯罪前 曾经给科罗拉多大学一名心理学家 寄了一件包裹 发出开枪杀人的警告 有关官员说 这件包裹放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邮件室里 直到7月20号惨案发生后才被发现 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 58人受伤 根据报道 这件包裹中有枪手朝人射击的图示 霍尔姆斯曾经是科罗拉多大学的 神经学专业博士生 但后来退学 目前还不清楚这起屠杀案的动机